Bosho!大家好! 怎么样?上一节课,刘妮老师带着大家学习的那三组清卓辅音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吧? 那三组清卓辅音呢,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 第一组是咬唇的 第二组呢,通过牙缝的 第三组呢,则是嘴唇要撅起来的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讲到S和Z的区别的时候 老师呢,给大家举了一组非常经典的例子 就是Poisson和Poisson的区别 Poisson是非常好吃的鱼 而Poisson呢,则是绝对不能吃的毒药 说错了还可以挽回 要是吃错了可就完蛋了 所以呢,清卓辅音的区别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在之后的发音当中呢,要时刻注意这一点 而说到这个Poisson,毒药 我也给大家呢,介绍了一款非常经典的法国香水 来自Christian Dior的Poisson,毒药女士香水 那其实呢,说起法国的香水,那可是一门不小的学闻 它可是法国人引以为傲的一大精品产业呢 那在今天课程的一开始呢,我们不妨就来聊一聊香水这个话题咯 如今呢,法国的香水可以说是驰名世界 不过关于香水的起源,它流传最广的那一个版本呢 听起来却不是那么的高雅 那也许有的同学呢,已经有所耳闻了 在18世纪的法国,人们之所以普遍的使用香水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爱洗澡,浑身都散发着恶臭 而且啊,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 你的体臭越强,说明你的身体越健康 啊,是不是一种非常重口味的健康观念啊 所以呢,在当时就连一些上流社会的绅士或者淑女 他们也是不轻易洗澡的 当然也包括那些贵族,甚至国王 那其中最经典的一个呢,莫过于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太阳王 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 根据路易十四,他的御医记载啊 这一位骁勇的国王一辈子只洗过一次澡 那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简直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啊 也难怪呢,这一位国王他是一个极致的香水控 这位太阳王,听名字非常的神勇 但是他呢,非常的爱香水 他不仅亲自调制香水 甚至呢,还号召他的臣民每一天都换不同的香水 可以说啊,就是因为这一位爱香水的皇帝 使得香水的使用成为了当时法国的一种风气 并且呢,延续至今,也成就了法国的精品产业 那说到法国香水当中的精品 自然不得不提的就是Chanel numéro5香奈尔五号 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款香水了 用Chanel自己的话来说呢 这是一种截然不同于以往的香水 一种女人的香水 一种气味香浓,令人难忘的女人 那有很多人呢,一直在好奇 这个Chanel numéro5香奈尔五号 它的五到底代表什么呢? 其实啊,Numero5是Chanel的第一瓶香水 而不是第五瓶哦 那当时的巴黎明鼻 诶,明鼻是什么呀?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到过Ni这个词? 就是当时巴黎最著名的那位调香师 他的名字呢,叫Ernest Bou 他当时研制了几款香水的样品 而我们香奈尔的创始人Chanel 他在众多的香水样品当中呢 选择了第五支 也正是这第五支香水 让Chanel numéro5这一款香水 它的发表日期呢 又恰好是在5月25日 与Chanel的第五场时装发表会同时举行 总之啊,这一款香水 可以说和5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5,Sank这个数字呢 也成了Chanel女士的幸运数字 也就成就了这一款香水当中的经典之作 Chanel numéro5 不过啊,相对于Chanel 5号的经典奢华 其实呢,Leoni老师我更加偏爱的是Chanel之后推出的19号香水 在当时呢,Chanel女士自己也肯定是明白再没有一瓶香水能够超越5号了 但是呢,她仍然坚持推出了Numeho 19 19号香水 也就是另一款永恒的经典 有人说啊,如果说5号是Chanel女士送给全世界女性的一款香水 那么19号就是她送给自己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瓶香水之所以用19来命名 正是因为8月19日是Chanel女士的生日 这位狮子座的女强人 用这样一款气味清新又独特的香水 标示着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19号呢,是Chanel女士最后一支亲自推荐的香水 也是她自己最常用的一款 它的味道呢,非常的清淡自然 让人无法抗拒你自信迷人的风采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最最经典的Chanel了 其实啊,法国的香水产品可以说是百花争艳各领风骚了 如果有人问我,代表法国的关键词有什么呢 那我的回答里面肯定是少不了 parfum,香水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可以一起来学一学香水这个词的法语说法 parfum parfum 嗯,有没有发现其中有一个原因的发音方式有一些特别呢 那如果要发好这个词,我们就要用到今天学习的一个知识点 那就是鼻画原因了 所谓鼻画原因呢,简单的说就是在发音的时候加入鼻音的原因 比如说大家可以听一下下面的这几个鼻画原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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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法语当中的鼻画原因呢,其实就是这四个 再听一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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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发好这些鼻画原因呢 首先一起来看看这四个原因的长相是不是就和我们之前学的那些不太一样呢 不一样在哪里啊,他们的头上呢都顶了一个小波浪 哎,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小波浪哦 它呢就是加鼻音的标志了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嗯这个音 其实 嗯 其实啊,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原本A的口型上 A在哪里啊,去掉这个小波浪 那这个因素就是A,对不对 我们已经学过的A 那加上 嗯 上波浪呢,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原本A的口型基础上加入一点鼻音 我们摆好A的口型,A,A,加入鼻音 大家发出来了吗? 在A的口型基础上加入鼻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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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嗯 我们在发嗯这个鼻画原因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出现两种问题 第一种呢,是鼻音发不出来 怎么样发都很像中文里的安 哎,其实呢,这个音确实和安有一些像 但是鼻音会更重一些 这个时候啊,大家可以用一个小窍门 就是你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呢,会觉得发音的部位在鼻腔里面 甚至呢,是再往上一些 有时候啊,感觉这个音好像是从你的眉心发出来的哦 嗯 嗯 有没有觉得鼻子里面都有一点在震动的感觉呢? 嗯 嗯 嗯 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呢 可能有一些同学,他遇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会把它发得很像 嗯 如果你把这个音发得有一点像嗯呢 那就是口型的问题了 我们要注意保持原音A的口型 然后加入鼻音 A A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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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来看一看外教老师是怎么样发这个音的 嗯 嗯 嗯 好,跟着外教老师多练习了几遍,有没有找到 嗯 感觉呢 嗯 那讲到,嗯这个音啊 我们要举哪一个非常经典的例词呢 那就是 问,葡萄酒 问 问 那葡萄酒呢,和香水一样也是法国的一大精品产业了 如果我们说到法国的名产 那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法国红酒了 不过,值得说明的一点是 大家常常会用红酒概括所有的葡萄酒的种类 那准确的说呢 法国出名的是葡萄酒 van 而不光光是红酒了 因为葡萄酒其实它也是有红的,白的 甚至黄的,粉红的等等这样的区分方式 其中呢,vanhour 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葡萄酒 而白葡萄酒呢,就是 van blanc 那有一种葡萄酒呢,它是带气泡的 是哪一种呢 就是champagne 香槟 对啦,我们经常在一些庆功宴上看到的香槟 它其实也是葡萄酒的一种哦 那大部分的香槟呢,都是用白葡萄酒酿造 或者加入少部分的红葡萄酒混着酿 所以champagne 香槟也是葡萄酒当中的一种了 那最后还有一种啊,叫做玫瑰葡萄酒 听名字就非常的浪漫,对不对 玫瑰葡萄酒 vanhousie vanhousie 那法国人呢,他们在餐桌上喝葡萄酒 其实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一般来说啊,红酒配红肉 白酒配白肉 也就是说,在吃牛羊肉的时候 一般配红酒 而吃海鲜啊,鸡鸭肉等等的时候呢 则会配白葡萄酒 那至于香槟,双半年呢 它适合用在庆祝的场合 最后这种玫瑰葡萄酒呢 它的气味非常的清淡,新香 让它可以和大部分的美食啊 都互相协调 所以啊,用在餐间小酌 或者用做开胃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听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想说 哦啦啦 原来法国葡萄酒的学问也非常的多 那其实呢,关于葡萄酒的知识啊 我们在继续法语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会一点一点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了 而我们今天的任务呢 其实就是认识葡萄酒 vanhousie 这个单词 并且要把它发准确 来巩固笔画原音 an的发音 所以呢,接下来再跟我读两遍 这个笔画原音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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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 van 那学会了an这个发音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把另外一个词 也读得非常标准了 那就是刚才提到的香奈儿五号香水 Chanel Numéro 5 5 数字五 它在发语当中呢 就是 5 其中也是有我们的笔画原音 an 5 5 5 Numéro Numéro 5 Numéro 5 Chanel Numéro 5 Chanel Numéro 5 OK OK Tradian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 第一个笔画原音 an了 而另外一个笔画原音 an呢 它是在 an的嘴型基础上 再加上笔音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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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法国香水 香水这个词呢,就是 巴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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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词呢,我们也可以认识一下 二的就是法语里的 一 一个 嗯 嗯 那学到这里啊,有一些同学可能又已经开始纠结了 也确实以前呢,一直有同学会跟我说 老师啊,这个嗯和嗯 我听起来,我听起来怎么都是一样的,完全感觉不到区别怎么办呢,其实啊,这一点呢,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了,他们两个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像,但是啊,大家在自己发音的时候,可以注意自己的嘴型,首先第一个,嗯,它是做A的口型,口型是比较扁的, 啊,嗯、嗯, 嗯,而第二个,嗯,则是做依的口形,口型是比较圆的, 嗯,嗯,嗯 那这样子发出来的音呢 其实 嗯 它会更加接近中文里的安 而嗯呢 则会稍稍接近一点 嗯 不过当然啦 也不能完全发成安和嗯 我们在发笔画原音的时候呢 笔音的味道要更浓一些 那如果这样 还是有一些同学分不出 嗯和嗯 那在这里呢 刘尼老师要告诉大家一个终极秘诀 是什么呢 那就是分不出也完全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在我们现在的法语当中 这个原唇的嗯 已经逐渐在被扁唇的嗯 给取代了 也就是说呢 现在很多的法国人 他们都是发成嗯的 而且啊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啊 我们其实根本不用在这两个音上面 太过纠结 统一发成嗯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明白了吗 统一发成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学会了嗯和嗯 这两个笔画原音 那接下来的这两个呢 可以说就简单很多了 它们分别是 哦和 嗯 那总体来说呢 那这两个音和汉语拼音里的后鼻音 嗯 嗯 差别并不是特别大 不过呢 注意嘴型更加小 更加紧张一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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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音的发音技巧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 嗯这个音 它的发音部位呢 应该是和啊相近的 但是注意一点 在发嗯的时候呢 舌头略略向后缩一点 开口度比啊更大一些 气流呢 同时从口腔和鼻腔中冲出 就构成了我们的鼻画原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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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嗯这个词在哪一个单词里面出现过呢 我不禁又想到了一样法国的美食 那就是 croissant croissant 法式羊角面包 crois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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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法式早餐的明星之一哦 在吃早餐的时候 边喝咖啡 边享用 croissant 保管让吃货们倍感幸福了 那据说呢 croissant 羊角面包 原本是由维也纳人发明的 后来才被带到法国的 而著名的玛丽皇后 也就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了 是她将这种面包引进到皇家 引进到法国的皇室 并且成为了她最喜爱的甜点之一了 因为玛丽皇后呢 她原本是奥地利帝国的公主 她就是出生在维也纳的 那这一种 croissant 羊角面包呢 也让她回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故乡 那据说啊 这一位著名的玛丽皇后 她最喜欢的就是每天早晨 就着咖啡或者热巧克力 品尝松软的 croissant 羊角面包 想象一下都觉得 这是一幅既奢华又安逸的画面了 而从二十世纪开始呢 这一种新月形的甜酥面包 就已经传遍法国 成为人们早餐桌上的常客了 如今啊 说到法国的面点 那最著名的呢 一定是croissant和baguette了 croissant baguette 所以我们今天呢 又认识了一种著名的法国美食 对吗 croissant 法式羊角面包 OK 那关于on这个音啊 在这里再教大家一句话 也是非常实用的 叫做enchanté enchanté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高兴见到你 nice to meet you 在法语里呢 就非常简单了 enchanté enchanté 很高兴见到你 我们是不是经常在一些美智里面看到他呢 enchanté 那我们要注意一点哦 它的最后一个音节 d 不是t 为什么呢 这一点我们在前两课里面反复的给大家讲到了 因为轻辅音 t 它在原音前面是不送气的 所以是enchanté 不是enchanté 那我们学了这句话以后呢 就可以用非常标准的一个方式 去和别人打招呼和寒暄了 用我们之前已经学到的je m'appelle 我叫什么什么名字 那对方也介绍了以后呢 你们就可以说enchanté enchanté 很高兴见到你了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要学习的最后一个笔画原因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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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这个原因呢 on 它的口型和大口的o相同 那么再加入鼻音就是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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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学了像bonjour 还有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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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这些词它里面呢 都有on这个音 还有什么呀 比如说 c'est bon c'est bon 很好吃 对不对 bon 巧 bon 哎 这里大家应该可以听出来 bon 和bon 这两个词的区别吧 bon 是着辅音b开头的 bun bun 而bun呢 是 不送气的轻辅音 bun bun 可以感受到 在发乔这个音bun的时候呢 发音的部位比较靠前 而bun呢 则是比较有深度的一个发音 感觉好像憋了一口气才发出来的 bun 那在bun和bun当中呢 都有我们今天要学的笔画原音 on 所以啊 其实它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熟面孔了 那今天呢 雷尔尼老师在教大家一个非常形象的词 叫做bun bun bun 大家可以猜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讲到sebun 指的是好吃 美味 bun 其实它这个形容词呢 意思就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吃的 非常美味的 那么bun bun呢 bun是什么呀 bun bun 在发语当中指的是糖果 bun bun 是不是非常的形象呢 好上加好糖果事业 bun 最好吃的就是糖果了 它不仅非常形象 而且发音也很可爱哦 bun bun 大家也可以来试一下哦 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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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n这个句子可以说也是法国人的口头禅了 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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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他表达的是, 诶,是吗?真的吗? 很怀疑的一个态度啊, 那如果真的,这么不给面子的拆穿我, 那作为狮子女的Leoni老师一定会当场甩下一句, 阿蹦,好的,嗯,很好,你这么拆穿我,走着瞧吧你, 以后有好吃的我再也不带你了, 阿蹦,嗯,非常愤怒的一个表情啊, 诶, voilà,这就是阿蹦的各种用法了,你学会了吗? 我们可以再梳理一下啊,第一种, 可以表示非常惊喜的,阿蹦,很开心, 第二种呢,表示怀疑的,阿蹦,真的吗?是吗? 那第三种呢,被人家拆穿以后愤怒了,对不对? 阿蹦,好的,走着瞧了,我生气了, 这三种呢,其实都可以用一句话表达出来, 那就是法国人非常常用的口头禅,阿蹦,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学习了法语当中的四个笔画原音, 接下来呢,跟着雷罗尼老师一起来做一个小复习, 巩固一下这四个笔画原音, 设 quarterfin意学习,尺风大师,尺风大师,尺风大师,尺风 reflection, 尺功一旦,尺风大师,尺风富� downwards,尺风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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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度德几 antes了一天,尺风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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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风那gins time气大师,尺风大师,尺 tipos MA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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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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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hanel numéro 5. Parf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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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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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issant. Croissant. Enchan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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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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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bon.